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同仁,李部長,各位列席的政府官員,麻煩我請李部長,謝謝 請李部長 部長,請問你到任以來,有沒有特徵組在跟你追查過說有關什麼不當黨產的問題 沒有吧,沒有吧 那剛剛華民委員的質詢其實講得很好啦 他說特徵組追了七年多,都追不出什麼結果 那國民黨執政,有沒有七年了,馬總統執政,還沒有 意思就是說,特徵組在陳水扁總統時代就開始追蹤這個議題 而且從我一個政黨政治的理解,民進黨是鋪天蓋地,無所不用其極 排山到海,要追查出所有這些不當的得力的,或者是法律上有瑕疵有盲點的 那我,作為一個國民黨的委員,我的心情是,如果有違法的,國民黨要還給人家 有不當的,像我自己過去在中國廣播公司服務 中廣過去有些機事,後來經過訴訟的結果,交通部跟中廣訴訟,跟國民黨訴訟 輸了,國家就收回,國家贏了就收回 所以我第一個要跟部長確認,就是說您到任以來 還有,您到任以來,您所閱讀的文書裡面,有沒有前任部長留下來的 要內政部處理的,內政部還沒有去做一個處理的,有關這個部分的,有沒有 嗯,還有沒有 應該是沒有 對,我覺得要一個一個釐清,我們才能夠詳實嘛 我請司長回答 好的 嘿,有沒有 沒有 沒有嘛 所以包含我,因為我在內政委有很多年,包含我來的時候,早期的像,李懿洋部長 像蘇嘉全部長,後來的廖老李部長等等 一直到我們現在,江一花部長到李洪源部長 橫跨了藍綠的這麼多位的部長當中,那如果這個部分都已經窮救一切的 那我覺得今天,當然我們排案,我們尊重招委,主軸放在內政部 其實我覺得也,我也覺得怪怪的啦 但是倒是有一點,我可以跟部長來做一個對話,就是說齁 因為原來過去,呃,曾經在我們第七屆的時候,曾經行政院提過 第七屆立委,曾經提過,呃,這個不當擔場的這個處理條例的問題 那現在在政黨法當中,我也知道民進黨或台領黨的委員,他們也主張說要把這個概念放到政黨法的內容當中 那麼,從本席的角度來講的話,已經處理過這麼久的不當擔場 而且擺明了這麼多年來,大家討論不當擔場,其實就衝著國民黨一擔而來的 這裡我們也說,沒有其他政黨的問題 那既然處理國民黨的黨產的問題,不當黨產的問題,追剿回來,訴訟的問題都已經這樣了 那麼兩個層次,從現實面當中,還有沒有這個必要 第二個,從法理當中 請問部長,你會站在政黨法當中,再把這個不當擔場的追剿的問題 呃,再把它放到整個政黨法的草案當中嗎 因為法不做既往,我們可能用一個現在的,未來的法去規範過去的行為 是,所以我早上在回答這個委員的諮詢的時候,我是建議的 這個,這件事情應該是政治來解決 是,政治來解決 對,要把它跟政黨法擺在一起 或者應該部長,應該我,我應該補充你一下 應該你剛剛所講的那個觀點,應該,你剛剛回答華文尼委的觀點 就是說,用司法訴訟來解決 司法訴訟 如果他前面有問題的話,就用司法訴訟嘛 是 對不對,用司法訴訟來做解決嘛 因為包含趙偉都擔任過民黨政府的新聞局的局長 所以我想,我相信也知道說 當時民黨政府的整體的處理的政策 我們是窮救一切 那我其實我也贊成啦 不管誰執政 你該有不當得利或違法取得國家資產 應該全部都還 那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從我的思慮跟我看到資料當中 或者我在國民黨黨內看到資料 已經沒有任何不當的黨產的問題 沒有這樣的可以 所以從事物面當中 我也想像不到 那麼從陰狼面當中 我也同意部長的觀點 法不做既往 而且既整個法律的安定性跟人民對法律的信賴保護的原則 我們也沒有必要 而且況且 政黨法的主要精神 不在這個地方嘛 不是 是在規範政黨的運作 在規範政黨的運作嘛 所以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說 那謝謝部長 這樣的也很正面 很具體 明確的一個回應 所以我想說 今天我們排這個專案報告 我也覺得有功能啦 讓這個問題再一次的釐清 基本上 該還了就還 該司法訴訟 就訴訟 那如果還有據悉迷 還有漏網之魚的話 那麼我們其實也很歡迎 所有的在野黨 或所有的社會人士 把它舉證出來 那歡迎到部長所講的 用司法訴訟來做解決 然後不要給未來法律的一個草案 又加上一個不可承受之重 而且整個錯亂的政黨法的 主要立法的精神跟規範嘛 所以部長 你出於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目前 今天這個專案的本身 你認為還有沒有任何 可以討論 或我們還沒有討論到的空間 或者我們委員早上問的東西裡面 有沒有 你曾經想過 還沒有委員 沒有辦法提出來 或忘了提出來 或者你覺得還可以思索 還有沒有 我覺得 其實我們 這個相關的部會 應該是都已經窮盡所能 把我們能找到的資料 都已經 都已經呈現出來了 當然在司法訴訟那一塊 我們不理 沒有辦法取代以外 其實我們已經做到 我們該做的 好的 所以本席在這個地方 我想說我這個諮詢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我們政府 基於整個 政府的安定 或政治的安定 或政策的安定 我也覺得 對這個問題應該 适可而止 所以 就算 就算未來是民進黨 重返執政 我相信的處理 也只能夠這樣 因為陳水扁總統 也努力想處理了八年 處理了八年的結果 還是有些問題 沒有處理完 也是後來 馬總統 道論當中 有些主動歸返 主動返懷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的處理 到最後 其實我是同意 李部長的觀點 後面有些部分 你可能用政治的方式 但是那個政治 基本上要符合法律 這當然 要守法的前提當中 守法的前提當中 那如果還有所爭議的話 那就透過司法訴訟來解決 好 謝謝部長的回應